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到的是 大力云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会单副总经理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到的是 前台北医药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王大元医师 以及我们长青牙医联盟刘南佑院长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到的是 世华牙医诊所温施政院长 还有我们新安牙医诊所张启珍医师 以及我们母山精英牙医诊所赖信池医师 还有我们哈佛见诊不营诊所黄昭徐医师 好的 两位几位也会针对我们这次的议题 有很多重要的新信息来跟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分享 那当然我们这次贝科生技推出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新解法欧疏稳疗程 的确造福了很多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有 那到底是什么动机开发这个疗程呢 紧接下来我们就要以热情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贝科生技的杨嘉玲总经理 来到舞台上跟大家分享这句话 欢迎您 各位贵宾早安 很荣幸今天邀请到各位立名记者会 那我已经代表贝科生技股面有限公司 在此谢谢各位盛情的参与的愉快 那其实随着医疗资讯的发达 以及生活品质的改善 其实近几年大家对于健康医疗的相关资讯 其实越来越关注 那睡眠呼吸中止症这样的病症 他因为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这样的问题 会影响到整体的生理机能 以至于产生一些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疾病 让更多的民众开始关注这样的议题 那也透过网络以及医疗院所希望能够知道说 怎么样去解决这样子的病症 不要在正式状态的时候 就长期的开始与药品归补 所以其实在